好,各位同学,那么从本章开始 我们将开始Person学习的一个新的篇章 那么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只学习也只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点 来开始我们Person课程的讲解 就是这样一个面向对象 好,那么对于我们一些有基础的同学来说 面向对象的概念必不陌生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的是 我们要尝试也要争取去写出有意义的 面向对象的代码 并不是说你的代码里面出现了 我们面向对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类,它就等于是面向对象 好,那么这次我讲这个面向对象 想调整一下思路 在很多的这样一些课程里面 在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首先会把面向对象的各种各样的特性 概念 比如说像封装性 继承性 夺态性等等 这样一些理论知识给大家铺天盖地的丢过来 但是我们就直接从如何构建一个类 开始学习面向对象 至于说这样一些理论知识 我还是遵循着一个寻寻渐进的过程 我们逐步的在构建我们的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向大家慢慢的介绍 好,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面向对象有两个最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类 好,另外一个就是对象 理解面向对象最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类 什么是对象 他们之间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好,那么在我们pass里面使用一个关键字来定义一个类 就是这样一个class 好,那么class关键字后面我们需要给一个类起一个名字 好,比如说我们这里起的名字叫做student 好,那么关于类它的名字的命名的规则和我们之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命名规则是有所不同的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我们说过了,变量最好是要小写 但是类,类我们建议第一个字名是要大写 好,第二,变量我们建议使用两个单词之间是使用这样一个下滑线进行这样一个连接 但是我并不建议大家在编写类的名字的时候使用这样的一个下滑线做这样的一个连接 好,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说类我们的类的名字需要有两个单词组成 那么我的建议是,两个单词他们的手势都大些 比如说student的学生的家庭作业,我们用student的homework来组成这样一个类的名字 而不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下滑线来连接 好,我们还是把我们类的名字定义成这样一个student 好,那么student的后面类似于我们的函数,我们需要有一个括号 这个括号里面也是可以传入参数的 但是类括号里面的这个参数和我们函数里面的括号里面的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去讲继承的时候 再来给大家来讲解这样一个括号里面应该传什么参数 好,接着在这个括号的后面就是我们python所特有的这样一个冒号 好,大家可以安类比一下我们的函数 函数当它出现了这个冒号之后 我们是不是紧接着要来编写函数的内容 也就是函数的函数体 好,那么类也是一样的 它出现冒号之后我们一样 回错之后用一个缩计 开始我们类的类体的编写 好,那么在类的内部 我们首先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定义变量 比如说我可以定义一个c等2 好,那么在这个类的内部 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学习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下面我将主意给大家来演示 在类的内部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 好,那么在类的内部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是 它可以定义若干格变量 好,比如说我们的student下面 定义一个name 好,这个name 我什么都不给 我先给它一个空的制度串 好,那么变量 不止可以定义一个 我们还可以定义很多个 比如说H H H我这里先把它定义成0 好,那么除了可以来编写一些变量之外 我们函数 我们的类还可以定义函数 好,比如说我们在student的内部 还是一样的 来定义一个printfile 打印学生的档案 好,这边是一个函数 好,函数的内部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实现 用pass站位符先把它给占住 好,那么以上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一个最最最简单的一个类定义 好,那么这个类 我们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要考虑的是 我如何来使用这样的一个类 好,我们先不做过多的概念的介绍 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如何能够调用这个类里面的这样一个printfile函数 好,要使用这样的一个类 就必须把这个类给实力化了 什么是实力化 我们等会再解释 大家先把这个名字给记住 好,实力化的方式就是 首先我们还是用一个变量来接收实力化的结果 student 好,消息 表示它是一个变量 好,然后使用这样的一个类的名字 加上一个括号 好,这样就完成了 实力化的过程 好,那么有些同学如果有其他的语言基础的话 会发现 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都会要求使用一个new的关键词 来实力化一个类 但是在python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new 直接使用类名加上这样一个括号 来完成实力化的过程 好,那么实力化完成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调用这样的一个类下面的方法 printfile 好,students 点号 printfile 就可以调用类下面的方法 好,如果大家有认识听的话 大家会听我刚刚说的是 如何调用类下面的方法 而没有说调用类下面的函数 好,那么函数和方法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我们下节课单独用一节课 来解释这样一个概念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调用printfile 我们想看到结果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帐用符给改一下 我们print一个name 好 接手我们的这样的name 内幕变量 好,按照我们之前 在这个模块里面 直接编写变量和函数的经验来看的话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好,接着我们再一次的 把这样的一个学生的年龄给打印出来 好,一样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注意 由于这个edge应该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把它转型一下 转成这样一个支付串 否则的话它是会报错的 好,完成了我们的类的定义 以及类的实力化和类下面方法的定义之后 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结果 首先你得保证你的代码是正确的 然后我们才能谈这段代码的意义 好,然后我们把我们的name 这样的一个文件夹在上面 好,然后我们pythonce.py 好,不出意外,它报错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错误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错误是说我们所定义的这样一个printfile 这个方法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参数 但是却有一个参数被传入了 我们确实printfile的参数列表里面 是什么都没写的 理论上来讲的话 确实我们也没有传入任何的参数 但是却报了这样一个有一个参数被传入的这样的一个错误 好,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解决很好解决 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但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再来讲 那么我们说一下 在类上面你要编写一个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函数是和普通的在模块里面编写的函数 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们首先必须强制在这个函数的参数列表里面 加上一个固定的关键字 self 这个self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特征 你不用想太多了 即使我们这个printfile 不需要接受任何的这样一个参数 你也必须在定义的时候加上这样一个self 然后你的这样的一个调印才是不会报错的 好,然后我们再一次的 运行这样的一个c1.py 好,还是有问题对不对 name is non-defined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问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错误的提示 它说name是没有定义的 但是name我们确实已经定义了 按照我们之前在模块 大家已经学会类比 我们之前在模块里面定义这个变量和函数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加入任何的东西 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name对不对 按照我们之前的理解 如果我们把这个class 如果我们把这样一行代码直接放到我们模块里面 那么这个内部被称入什么 还记不记得 全局变量 对不对 那么我在函数内部去引用一个全局变量 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这里确实有问题的 探方错 好,所以说 你这里不能够把这个内部理解成是一个全局变量 应该怎么理解 我们还是放到后面来讲 我们这些部分的重点是把这个函数的 把这个类的定义和调用做通 好,那么要正确的引入 在类上面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我们需要使用这样一个self的关键字 也就是说通过self 点这样的一个name 好,那么同理 如果你要使用ag的话 同样是需要使用这样一个点操作数 好,我们现在全部都改完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还是print c1.py 好,此时没有问题了 正确的打印出了name和h 由于我的name是空置不串 所以说这里什么都没有 ag我的初始值是0 所以说它打印的也是0 没有问题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完成了类的定义 和类三面的方法的一个调用 好,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总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好,第一个我们从一个大的方面上面来看 其实这个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大家其实可以想象 抛开这样一个classic student的话 把这些东西我们直接放到我们的模块下面 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做过无数次的这样一个代码的变写 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了这样的一个类 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变量 然后我们的函数封装 再封装起来了 好,所以说这个类并没有什么神奇的 它也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类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去封装一系列的变量 和一系列的函数 这个是对类最基本最浅显的一个理解 但是它对于我们初学面上对象的同学来说的话 这个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好,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晓 类的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在封装代码 好,所以说我们把它记一下 类最基本的作用 封装 那么一个类可能还体现不出来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在一个模块里面是可以定义很多个类的 比如说我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定义一个class student homework student homework 那么这里我又一次定义了一个类 我们随便写一个东西 章位 这个功能叫内容 可以叫做homework homework内容 好,一个体现不出来分装性 但是你进入两个三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这样一些不同的变量 会被分割在不同的类上面 好,那么以上 是我们从一个整体的层面 在看待我们的类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类 它和我们在模块里面 写这样一些变量和函数有什么区别 很明显就是 第一个我刚刚说的 这样的一个类下面的函数 我们一般来讲把它称为这个方法 好,那么这个方法 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为函数 其实这两个概念 现在区分的并不是很严格 等会我们再说这个问题 那么在类下面的函数 你记住一定要加self 否则的话是会报错的 其次,如果你想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使用类所定义的变量的话 是需要通过self.这个操作符 点这个操作符来引用的 如果你直接使用了这样一个内部的话 这个是会报错的 这两点是希望大家要注意的 self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很多初学passing 或者说初学编程的同学 非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同学会尝试着 把这样的一个函数的调用 调用放在这样一个类的里面去执行 比如说呢 很多同学会认为 我在这里是可以通过 我在这里是可以直接去调用 这样一个图形的file函数的 好,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行不行 肯定是不行的 好,绝对会报错 好,那么从这个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个类的最基本的原则 类它只负责去定义或者是说去刻画一些东西 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讲这面课程的导演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了 面上对象 它其实就是对于现实实力的一个刻画 所以说类它只负责去描述 比如说描述一个学生的名称 描述一个学生的年龄 然后定义这样一个行为 但是它不会负责去执行代码 这一点大家是要注意的 你在这里的printfile 然后用你在这里的printfile 然后两个括号 你是想在类的内部去执行 但是我说了类只能是负责定义 它不负责去运行 运行这样一个类或者是调用这个类 要放在这个类的外部 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大家还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思考一下 我们说了类的基本的作用是封装 如果说你把类的调用也放在类的内部 那我认为这个封装是根本没有起到作用的 如果你尝试着在类的内部 来进行这个函数的调用的话 那么这个类它还真的就跟模块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说不要在这个类的内部 尝试着去调用它所写的这样一个函数 或者是方法 好,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只是有讲课 所以说我们顺手把这样的一个类的实力化 和类上面方法的调用 写在和这个类同一个模块下面 但是真正当你去做项目的时候 我非常不推荐 不推荐什么呢? 不推荐你在一个模块上面又去定义类 然后又去完成这样的一个类的实力化和类 下面方法的调用 我的建议是你的模块你要写类的话 那么你这个模块你就只写类 然后你应该把这些对于类的使用 把它放到另外的一个模块里面去 好,那么怎么在另外一个模块里面 引用这个类 大家下去了之后先自己尝试一下 我们放到下一个课再来讲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这一课我们初步的认识到我们面相对上最基本的概念 这样你的类是如何定义和调用的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一个课再见